奥运会即将召开,法国两届精英障碍赛世界冠军卡尼尔在巴黎埃菲尔铁塔挑战爬绳的世界纪录 此前的世界女子纪录只有26米,男子纪录是南非选手唐德创下的90米 这次卡尼尔的绳索从铁塔高处垂旋下来,足足110米 挑战开始了,准备了一年多的33岁老将,灵巧地开始攀爬 偶尔放松时,还跟地面上的粉丝互动 卡尼尔说,爬到80米时,他感到浑身极度疲惫 但迎接奥运的信念,支持他完成了挑战 27岁的切巴西埃,没有强健的肌肉,所以专门辞掉咨询师的工作 花几个月时间把128年奥运史上的30249名奖牌得主的名字 腾写在130米长的白纸上,用这幅艺术品参与奥运 为了让作品更有意义,切巴西埃到法国南部 找到1980年高山滑雪奥运铜牌得主佩伦 在他面前写下他的名字 又在巴黎北郊拜访1980年奥运基建金牌得主布瓦斯 远程连线布瓦斯在加拿大的奥运冠军儿子埃里克 在他们面前写下两人的名字 奥运将至,切巴西埃正在家认真赶工 必须在7月26号奥运开幕式前送出大礼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仁浩松和报道